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不应该管 可是那天我看到你们公司的人在欺负两个小朋友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们有没有问问他们到底为什么呀 九门协会的人都开始欺负小孩了 什么小孩啊 说给我听听呗 你给我闭嘴 陈兄弟什么事啊 这里是新月饭店 那言归正传 张老板 今天我来呢 是想借张老板这手一用 开个宝贝 我们老板说了 张老板的手就是行家的手 当年佛爷也是靠这双指探动的功夫 和一身的本事才同龄久门的 那帮我谢过货当家 张会长 您戴个皮手套不热吗 对啊 不会受伤了吧 对啊 那边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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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边有什么东西 是想念的 有什么东西 判斧 对啊 这是我们下雨 云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实话 我那天确实是把手给伤了 只不过是在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被鱼给刺伤了 要说忌惮的话 我应该忌惮的 是那条狡猾的鱼吧 怎么样 满意了吗 不满意的话 罗雀 这是北宋的九窍玲珑 这可是新月饭店的宝贝啊 我听说这匣子 是北宋期间最著名的巧匠李介 晚年做成的巧玩 后来一起下葬到了眉山 我也就见过一回 这九窍玲珑 妙就妙在这九窍里 匣子里有三千根金丝线拉成 但只有一根丝线连着内锁 开锁的人 一旦触碰到任何一根错误的金丝线 那匣子里的几十根倒钩毒刺 就会发射出来 若是被毒刺刺中 这开锁的人的手就废了 这匣子用了 这匣子的手 就把裂部研究过来 有点大压力 要不然 我 muitas你 你也不prong了 你要均在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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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